你,你真是扶不上墙的赖皮狗啊你 青爷我想把你造成赌神 你却是一个撒门星啊你 这真灰气 青爷,我的紫气都让人家给冲了 张华,给马掌柜算算账 我早算清楚了 马掌柜从柜上一共支了两千两子 这可没有啊 青爷,这可没有啊 我一共才支了一千两子银子 糊涂了不是 我这是驴打滚利滚利,你知道吗 到了明天这个时辰就是四千两 青爷,你就是把我打卸了八块 我也还不上啊 我卸你这堆臭肉干什么 青爷,要不你把我的娘子带走 带你娘子 要不你给我二十两把我娘子带走 亏你想得出来啊 什么娘子值这个价啊 当今娘娘值不 张华 开导开导这糊涂蛋 马掌柜啊 你只要在这上面摁个手印 就什么事儿就什么事儿也没了 煙霄云散了 雨过天晴了 你马掌柜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赤条条来取无牵挂的光棍 这就是他 什么 你让我抵房子 这个不行 这不行 不行 马掌柜啊 你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吗 怎么就想着当老婆不想着抵房子呢 都这个关口了 你还想让我们为你做好事啊 做人不能这样抖机灵吧 行了 行了 少跟他啰嗦 让他花牙签字 他要敢说个步子 把他眼珠子挖出来 给他别 签 trafficking 尼 尼尼不在我去找尼尼啊 来来来来 你 带他回家去房间 明天一早 让他们全家 腾房子滚蛋 走吧 走啊 走 车不到了吗 进去 走 进去 娃儿 你这是怎么了 娘 咱家房契呢 相公 你要房契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换命啊 快把房契给人家 咱就利索了 娃儿 你到底把祖上留下的房子 给我堵进去了 是吧 还是老太太明白事理 赌场上输房子卖地 这不是啥新鲜事 看看 这就是马掌柜的借单 上面还印着红手印呢 你 亲眼仁慈 你们要是交出房器 还能恩准你们住到明天早上 那咱们办个交接吧 马掌柜 我诗文段子的人不愿意跟你动粗 你今天要是赖账呢 我也不说什么 我只能回去给我们老爷一五一十的汇报了 我们老爷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欠赌账 后果怎么样 你就好好想想吧 娘 娘 咱快的把房器给人家吧 要是青爷来了 咱让人家打出屎来还得把房子给人家 娘 你这个不争气的孽障啊 娘 娘 小狗 你就别再逼娘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房器已经不在咱们家了 什么 不在咱家了 那在哪 这你管不着 肯定在一个妥当的地方 跟我斗鸡令不是 马掌柜 你敢耍青爷啊 这怎么是我耍青爷啊 大先生 你看清楚了 不是我马明不叫房器啊 是 是我们家娘子 他把房器收起来了 大先生 您哪 您看这事 这是我也管不了了 你找他要去 我 我管不了了 我也先睡一觉啊 这七天七夜我连州转 马掌柜 你跟我耍赖皮狗啊你 人活到这个份上 我是什么也不怕了 你说我耍赖皮狗 那我也没有办法啊 不行啊 我就跟你回去 任凭青爷处置 呸 你也配 你以为青爷没法整着你啊 耍三青子 你还嫩点儿 你还嫩点儿 嗯 是他坏了赌行的规矩 是他坏了赌行的规矩 哎 这这这这怎么是我坏了赌行的规矩呢 是你们轻衣愣把我封成什么赌神 马掌柜 你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拿你没辙 你是我大爷行不行啊 嘿嘿嘿嘿 老爷娘 你瞧 太大孩儿没辙了 不要 你这困账 你的一对儿女在人家手上呢 本王并没有看过他们家的房契啊 哎呦 这怎么得了啊 我的孙子孙女 好了好了 王府之内不得大声喧哗 有话慢慢说吧 对对对 王爷 大人 明你明明记得 我是把我们家的房契 交给受王府上的魁彦 让他务必转交给您的 你是说大魁吗 对就是他 哎 把他找来疑问不就知道了吗 哎呀 不瞒你说 大魁还没回家来呢 本王也在等他呢 哎 没回 那个大魁不会拿着咱们家的房契跑了吧 闭嘴 本王府里还容不上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败家子胡说八道 今儿不是看到你老母亲跟你娘子的份上 本王会把你给轰出去的 王爷 你千万别跟这个孽障生气 对对对 王爷 你你你你别把我算在这人数之中 闭上你的狗嘴 本王就不算 二爷 这是大魁和三妹临走的时候 让我保管的东西 王爷 这真是我们家的房契 你们是想用这房契到赌场里面 赎回你们被关押的孩子吗 是的大人 都怪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大人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好吧 这事就交给本王来办了 本王向你们保证 房在孩子在 待会儿等大魁回来之后 我立刻到赌场去替你们讨回公道 太好了您啊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谢谢您了 可是 不知道大魁他几时 对了 那个大魁 是不是在赌场里 拉我回家的那个年轻人呢 王爷 在大魁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伙子呀 怎么 你见过 哎呦 这可完了 他 他 他回来什么呀 他老回家不成 被青爷给关进地牢了 什么 这 这 这岂有司令 赌场竟敢撕射地牢 看来二爷真是要去会会这青爷啊